新闻头条带您关心日渐受到国际瞩目的中共强摘器官罪行 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近日在英国举办巡回研讨会 5月3号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利兹大学主办一场反强摘器官研讨会 一百多名利兹大学的师生专程前来参加本次研讨会 很多与会者对中国人权的专家陈列的调查事实和案例表示强烈震惊 并主动提出了制止这种邪恶犯罪的各种建议 下面请看来自英国利兹的报道 前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 人权活动家达卫·乔高 前美国智库研究员 作家伊森·戈特曼和国际医生 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的成员李徽哥教授等列举了 多年研究和调查的证据和事实 令在场不少重视人权和中国问题的师生感到强烈的震惊 利普斯拉在利兹大学学习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她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她也是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针对如何帮助制止中共在中国进行的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摘取器官的罪行时 她提到了当前能立即开始的一些行动 大卫是利兹大学的法语教师 研讨会使他对中国人权暴行的程度有了充分的认识 本次活动是近期反强摘器官研讨会在英国巡回的最后一站 新唐人记者林松英国利兹采访报道